2019會長輩卡巴迪錦標賽 在桃園高中體育館登場 卡巴迪是一種起源於印度的競技運動 有點類似大家小時候玩的老林桌小機 一隊共有7人參賽 雙方輪流進行進攻與防守 進攻方要嘗試觸摸對手的身體或是得分線 最後再返回自己的半場 防守方則是得試著將進攻者情報 是一種集力量 速度 敏捷性和協調性與一神的競賽 卡巴迪已經在台灣推廣10年 去年亞運會也收到甜莓果實 在女子卡巴迪項目中摘下銅牌 聽完這大略的介紹 是否有稍微認識卡巴迪這項運動了呢 接下來就來看看比賽吧 社會女子組決賽由台北市立大學 出戰新竹市卡巴迪委員會 雙方在去年的總統杯決賽變成交手 前次對戰吞下敗仗的新竹市 在亞運隊長林玉芬的帶動下展現求勝決心 上半場打完僅以8比12 些微落後給擁有馮秀珍 林一銘 等多名國手作證的北市大 只是到了下半場 北市大是展開猛烈攻勢 身為國家隊主攻守了馮秀珍 率先搶下分數 接著一陣摧枯拉朽之勢 北市大已經取得20比8的遙遙領先 隨後新竹市雖然狀況有所回穩 但北市大也持續有分數進帳 最終比數30比16 北市大成功豐厚 至於社會男子組的冠軍賽 同樣是由新竹市卡巴迪委員會 和台北勢力大選交手 雙方同樣也曾在去年的 總統盃賽場上對決 前次落敗屈居亞軍的新竹市 本場比賽上半場就取得24比12領先 下半場也沒有鬆懈 不斷持續搶攻 最終就以46比33獲勝 復球成功的同時也搶下冠軍金盃 我來推新聞綜合報導 我們下期見到